警方來到民宅裡頭 紙箱從門外堆到門內 只剩下一條小小的走道 一包多幾個 一包五十個 裡頭打開一看 全部都是印有精品品牌LV的口罩 不論是印花款 或是卡通圖案款 都一定要加上一個LV LV 這邊有商標法的東西 業者辯稱 這些都是幫大陸賣家代工 不是他們在賣的 幹嘛呢 賣家都是大陸的 然後我們是這邊 是幫他們做代工的 警方調查 黃信嫌犯從大陸進口仿冒口罩 大量囤積販售 網站上一包五十片 大約賣三百到四百元上下 跟LV官網上的口罩相比 官方販賣的口罩 以印花圖案或是彩繪風格 搭配招牌LOGO 但仿冒品則是印上了 滿滿的LOGO為主 明顯缺乏設計感 價格更是跟動輒上萬元的 精品口罩口罩套 差了十萬八千里 加上完全沒有檢驗 防疫效果 更是打了一個大大的問號 聯名款 然後米奇聯名款部分 這些都是由中國大陸進口 並會有 衛服部 核准的文號 警方說 仿冒的精品口罩數量 多達三萬九千多片 換算官網售價一萬五千元左右 侵權市值就超過四億元 業者為了躲避查契 把公司設在民宅裡頭 平時常在裡頭 這一次被查獲販賣仿冒商品 將面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併科五萬元以下罰金 TV新聞中部綜合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